厲害 將來你一定是人才 These novels are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start off interestingly 所有這些間諜小說好看 因為它第一章 第一個 chapter and even the first paragraph 第一段 都是好 就已經捉住我們的注意力 像這個 The Day of the Jekyll 一個很出名的 《救護作》 written I think in the early 1970s I think the film has been adapted has been made in adaption of this novel called 神探志琴 職業殺手 You go to the HMV you know it's a film by I think by a British actor called James Fox 很緊張 他裡面說什麼呢 The French president 有了國內的一些極有的組織 覺得他賣國 於是這些極有的組織就找一些殺手去殺他 是吧 這個小說 禁口是說謀殺大高羅 當然殺不了 因為大高羅在1970年自己善宗 是逝世的 是吧 但是他講其中一宗謀殺 情節非常緊張 怎麼緊張呢 是由第一段開始 我們看看他第一段怎麼寫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後面看不看得到 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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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說 where when what who 我們現在學新聞了 你有沒有上通識課 通識有沒有學新聞呢 新聞就是告訴你一件事發生 一件事發生最重要的是 什麼時候 哪裏 還有哪個人 還有什麼事件 我們做新聞記者 很多小說家以前都是新聞記者 有新聞記者的訓練 來寫故事 是特別好看的 因為他用新聞的寫法 最直接 是吧 在巴黎 是吧 一九六 在巴黎 是吧 的三月 早上六點四十分 巴黎的一個三月 是吧 在哪裏甚麼地方 有一個人 是被一班火槍隊帶出來 處決 然後甚麼時候 at that hour on the 11th March 1963 in the main courtyard of the Focke-Divry a French air force colonel stood before a stake driven into the chilly gravel as his hands were bound behind the posts and stared with slowly diminishing disbelief at the squad of soldiers facing him 20 meters away 哇 這些開頭 令我們想追體下去 為甚麼有一個人 在一個這麼寒冷的凌晨 被人拉出來 打把 唱拳 是吧 他是誰呢 他犯了甚麼罪呢 他臨死之前做過甚麼呢 這就是個比堅尼 萬事起頭難 是吧 曾蔭英權都說起鬧起鬧 一個起字最重要 起 是吧 我們寫文章都說 中文說 起 成 轉 合 是吧 起是很重要的 最尾合也很重要 成和轉 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但其實 都是很有關聯 是吧 起就是the beginning 當我們以後做作文的時候 會考取高分 將第一段 第一句 有那麼多心機 落那麼多心機 想一個 I catch you 令人看了之後 很想看下去的開頭 寫小說 看散文 寫詩 全部都是一樣 這裡 是吧 它是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英文 It is cold at 64 in the morning of a march day in Paris And it seems even colder when a man is about to be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你看 我現在和你分享 我不是教你英文 我身為讀者 我看到這段 我覺得好正 因為為什麼呢 At that hour On the 11th March 1963 他將一九六三年 3月11號 放在第二句 不是第一句 很多人寫新聞 或者我們評判席序就會說 It is cold at 6.40 in the morning of the 11th March 1963 為什麼他不將11 March 1963 放在頭上呢 而放在第二句 Food stop之後 因為不要給太多的這些 客觀的資料 阻礙了我們的注意力 他一定要說 It is cold at 6.40 in the morning of a march day in Paris 是吧 夠了 停一停 跟著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要推那些人物出場 And it seems even colder when a man is about to be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如果他將那個1963年3月11號 擺在前面 在前面架床貼屋 後面那個人 A man to be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退去後面 變成我們要遲了幾秒才看到那個場景 不要啊 先讓那個場景給人看 因為呢 1963年3月11日 這些只是資料 是一堆數字 把這些抽象的數字放在頭上 沒有意思 頭那裡第一句 要讓人們看到一個picture 有畫面 是吧 是吧 那個作者很急 為什麼急 他應該急 因為讀者急 是吧 讀者沒有時間 陪你 去吸收這麼多沒有用的資料 給個畫面 給我們看 所以第一句 It is colder 6.40 in the morning of a march day in Paris 夠了 講了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 然後那個畫面馬上出來了 還有一個感覺 冷 and even colder when a man is about to be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哇 這些 你不要小看 寫作的技巧在這裡 然後第二句 Foot stop At the hour On 11 March 1963 In the main courtyard of the 4th DV a French Air Force colonel stood before a stake 然後這些 第二句 是更加多的detail 留回第二句才說 是吧 第一句 他講了給你聽 粗略的畫面 是早上6點40分 3月在巴黎 有一個人即將被執行槍決 然後 這一天是1963年3月11日 然後是一個法國的空軍基地 叫做Fort DV 這些 如果你是當過兵 就會知道這個地方其實很出名 但是未當過兵 我們讀者 我們不是軍事界的人 不知道 不要緊 所以他說Fort DV 告訴你 a French Air Force colonel stood before a stake driven into the chili gravel 這個法國的中衛 拉了出來 站在一條木柱那裡 那條木柱呢 是臨時打了下去沙地 打樁打了下去沙地裡面 是吧 into the chili gravel 它本來 a stake driven into the gravel 就可以了 但是這裡加了一個chili 冷啊 令人心寒 因為前面說的那個天氣是很冷的 所以這個chili 是呼應了cold it is cold 是第三個字 是嗎